一艘美军核动力战舰九年前在八千多公里外的珍珠港沉没 可今天却神奇地出现在菲律宾的原始丛林之中 更令人震惊的是 当地人传说的黑龙竟然真实存在 而且战舰竟然成了它的巢穴 这就是最新上线的帝王计划怪兽遗产 也是哥斯拉宇宙最新真人巨集 时间回到1952年 科学家三浦惠子在陆军士兵肖尔的护送下来到马尼拉的原始森林 惠子告诉肖尔此次任务的目标 一架美军侦察机竟在菲律宾海的空气中收集到放射性同位素 可神奇的是这些放射性同位素并非核爆炸的产物 而气象数据显示它们源自森林深处 肖尔却认为一定是搞错了 惠子却表示 他们来这里就一定要找出真相 而且还要尽快才行 因为放射性指数在日益减少消失 两人来到坐标后立刻开始不止监测仪器 可就在这时 树林中竟忽然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惠子立即紧张了起来 一转头肖尔竟然消失不见 下一刻一个鬼鬼祟祟拿着摄像机的男人忽然钻了出来 却不料直接被肖尔制服 在肖尔很辣的逼问下 对方坦白自己叫兰达是位隐气动物学家 也就是研究纸传说中出现但没有实际记载的动物 肖尔这才放松警惕 可当兰达看到两人在地上的一堆设备 却开玩笑说 搞不好他们要找的东西是一样的 接着兰达说起本地人的传说 这里有一条龙经常在空中划出一条火线 可是一听兰达说是来找那虚无缥缈的龙的 肖尔当即就要翻脸 打算直接把这个神棍赶走 却不料惠子竟坚持要兰达留下 说不定可以互相帮助 肖尔却顿时觉得两人是个大傻子 当即打算开车回去找其他人接替自己 而惠子则跟着兰达去往辐射值较高的大山深处 兰达说这种巨型不明陆地生物 有个专门的名字叫木头 接着他拿出一本笔记告诉惠子 这个图片的轨迹是根据当地居民叙述 画出的喷火龙飞行轨迹 而这个轨迹更是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 就像是候鸟迁徙的路线一样 惠子却忽然看着图片意识到什么 随即一脸震惊地从自己包里翻出 侦察机所探测到的辐射轨迹 而两者重合后竟神奇的一幕一样 随即两人不再迟疑加速前进 不久他们就来到了轨迹的终点 却惊讶地发现 眼前的山谷中竟然出现了一艘 秀迹斑斑充满历史的战舰 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了山谷之中 可是神奇的是兰达竟然一口叫出战舰的名字 他说自己知道它 这艘美军的舰船劳顿号于1943年 在珍珠港以西约320多公里处沉没 可是惠子一算那里距离这里竟然有8000多公里 这怎么可能 很快两人小心翼翼地进入军舰中查看 而全程兰达都进行了录像 直到兰达走到一个房间门口 忽然间他失神地望着房间直接走入 甚至对于惠子的呼叫也不再理会 紧接着他竟然找到一个储物柜 望着里面的东西兰达神色莫名 下一刻惠子看到了上面的名字 这竟然是兰达本人的柜子 原来兰达是这艘战舰的唯一幸存者 当年他只知道战舰在海中撞上了某种坚硬的物体 整艘船在三分钟内就沉入了海底 被某种有机物紧紧地固定在船舱里 惠子两人意识到不妙当即准备离开 下一刻他们却忽然发现 前方竟然出现许多白色粘液 两人于是马上掉头 与此同时正在离开的萧尔听到了什么声音回头 却忽然发现落在车上的同位素检测仪器 正在车上疯狂报警 正疑惑中他发现前方天空中的异常 一道七彩祥云正在天空缓缓凝聚 这样子分明和兰达说的那个传说一模一样 而此刻的船舱内惠子两人却遭遇了袭击 于是两人再次掉头 却发现钢铁铸铸铸的船舱墙壁 就在两人要遭遇不测时 萧尔却急事地 他躲过怪物的剧长后顺利救出被押住的兰达 然后三人立马从怪物杂出的洞口逃离决击 下一刻一个被生双翼的怪物进过 而萧尔此刻才后怕地明白 当地人传说中的龙居然是真实存在的 而当一龙赶走了他们几个后 随即开始在战舰的上空盘旋 似乎是在宣告这里是自己的地盘 是 双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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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翼的